有三立灯泡的灯也好过你这个像啊 我们看看 啊立志立志的那个问题啊 真真立志啊 那么楼梯属于什么挂箱 楼梯贯穿家中的三层 不用看挂箱 不用看 真的不用看啊 按着他为走道来看就好啊 你们不要去看 要不然那就化色天主了啊 所以不用不用去看挂箱 ok 不用看啊 那么啊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先回答先啊 来第二个问题 记得不用看啊 楼梯不用看 不用看他什么挂箱 把他当然走到 好那么这个啊 我有问题想问 我知道 我知道啊你有问题想问我知道 ok 那就是我的照片里面 我 是我照片里面的 是梗位 照片 哦拍出来照片啊 ok 梗位我看看先啊 但有个空调 ok 床头 ok 空调是逊 呃那个柜是白色白色的 应该看成钱吗 还是看成坤 因为不知道柜子如何纳五行 目前只放了三角现在 ok 来给我看一下那个那个照片 有吗 ok 嗯那例例子哦你这个 第一哦第一 我我我想你那个三角形那个那个那个地方是那个 是梗挂吗 应该是梗挂吗 所以你放下三角形在那边化解就要通关哦 那那基本上是对了 但是我我建议你呢 在家的话呢 你那边可以安置一盏灯的话 三有起码一盏红色的灯 或者是一盏普通的灯 那也可以啊 或者有三 立 灯泡的灯也好过你这个像啊 ok 你这像人家经常用在建筑方面啊 看他建筑会不会倒了 有没有那那 所以用带替替换一下替换一下哦 那个因为这个房间要浪漫一点哦 那我不晓得你应该是双人床吗 对不对哦 不要不要不要太过的风水 你懂吗 那么你们在执行这个风水的 这个能量的调理的时候 也不要太过的风水明白 那你要用山火知道 那这火呢很多东西可以用啊 所以不要用到这样子啊 那不舒服啊 做老师的看的都不舒服啊 那再来就是你的那个柜子啊 他的那个叫做白色吗 那他只要跟你的家室是一致的 一个配套 你就不用去看他 明白吗 这看他睡在什么瓜位比较重要 ok 所以刚才给你两个建议啊 一是把那个红色那个换掉 你虽然说技术上是对 但是那个 那个意境 意境啊 那个境界啊 那意境啊 那那意不 那意不够啊 不够 ok 形象方面不对了啊 不是不对了 不好不好看了啊 那第二呢 啊 那个柜子不用去担心 他是什么五星 因为都是一致嘛 设计 ok 所以就不用看不用看到 好嘞 我们看看哦 在下一位哦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